中芯通讯 中芯国际 古技ETF 医疗ETF 亨生医疗ETF 投资逻辑汇总 大家好 我是成功 案例模型仅供学习不够整 投资建议 咱们今天会通过这几个案例模型制定一个交易计划 还有就是对我们过去的交易进行一个总结 就是帮助大家去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提高成功率 咱们对于大盘呢 今天还不错啊 基本符合咱们早评给到的观点 早评我给到上阵指数 今天将突破新高 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最高点是3279.11 今天的最高点是3279.89 刚好突破了啊 挺给面子的 那么早盘在9点以前吧 我会在咱们平台把隔夜的外盘重要消息大盘 统统都会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 做出当天的一个交易计划 关注成功呢 投资有方向 好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重点啊 今天是23号 中心通讯呢 咱们昨天晚上刚刚解读啊 它适合于长线布局 结果今天港股攀中直接50%啊 你看最高多少啊 24.9 24.9在60%附近了 其实 但这个位置交易不到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我们知道一点了 当它长周期到位的情况下 符合标准的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去关注 之前呢 我一直解读 其实在3月16号 这个大阳线新春返包以后 17号 18号 那么回彩缺口都是关注点啊 所以今天的这个收益 其实是看得见的收益啊 那么今天为什么会出现 这么大幅的上涨呢 还是有原因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咱们A股的中心通讯 今天涨停 那我预计啊 至少应该两个板呀 港股盘中充到50%附近 收盘在20%附近的涨幅 从中心通讯 这个分担我们去看的话 明天应该还能冲到涨停附近啊 如果说明天不能涨停 那就应该是分高是减一下了 但如果明天涨停了 可以拿一拿 但是如果没有的再举罪 就不是咱们气壤的标准了 大家知道的 好 咱们先看一下啊 F10里面 他为什么去涨停啊 好 我们看一下 中心通讯23日午间发布公告 公司于美国时间 3月22日收到法院的判决裁定 不予撤销中心通讯的缓星期 即缓星期将冤定的 2022年3月22日 美国时间啊 借满前不附加任何处罚 这是很重要的啊 不附加任何处罚 所以他在下午开盘以后 直线涨停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有这个利好 那这个利好 我们是想不到的 对吧 包括利空我们也想不到 那之前呢 你看他在18年的时候 受到美国制裁 连续的跌停 那我们也想不到 所以这种利好 他有利空连续跌停下来 那如果这种利空解除了 那来两个涨停不过分吧 但关键呢 是我们有没有在涨停以前关注啊 看他月线了 月线他也是在半年线起来的 周线也是同样出现了七丈的模型啊 他是破了年线 破了年线是很容易形成低点的啊 不过咱们关注了还是钢骨 钢骨比咱们A骨还是要强啊 因为钢骨的估值更低嘛 这个详细的逻辑 咱们可以看昨天的解读啊 今天不做太多的解读了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去学习制定属于自己的交易系统 真的胜算就非常的高了 而且我们看懂这个逻辑以后啊 在交易的时候呢 就勇敢了 那么在我们止盈的时候呢 也舍得去止盈了 其实对于散户来说 并不适合一直拿着一只股票不动 因为很多的股票 几乎90%以上的股票 在跌的时候会跌50%60%啊 甚至70% 散户根本受不了 人家机构 他是专业的投资者 他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 而且人家是分仓的 人家钱多 人家属于一个配置 所以我们要在价值与波段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我给到大家的 你可以拿三分之一 去做一个长线 三分之二做波段 但是如果在到位的情况下面 比如说月线周期到位 我们看到的月线嘛 就是长周期 月线 关利率比较大 形成顶部形态的时候 要全部走掉 因为这种下跌 会跌得很多 所以量价失空 再结合咱们智能量头的这种标准 那有黄金五点公正的气场标准 它也有黄金五点公正的起跌标准嘛 你看它这是气涨的 没有问题 基本来说都能涨 而这是月线 起跌标准咱们也有 没关系 关注成功 那成功呢 都会把这些方法慢慢的交给大家的 关键我们是要学会正确的思考 所以咱们在中心通讯上赚到利润 是我们认知范围内的利润 并不是侥幸 朋友们啊 大家有赚了钱的都是自己的能力啊 跟成功是没有关系的 亏了钱的也是自己的水平 所以一定要学会去总结 每一次的失败 其实是我们成长的最好的机会啊 因为咱们散户跟机构呢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机构的那种思维 那种方法去做 包括古神巴菲特也是一样 我们用古神巴菲特的方法是用不了的 但是巴菲特用我们也用不了 所以适合于我们自己的方法 它才是最好的方法 那成功 在这里就是要把适合于大家的方法 交给大家 所以今天呢 课程很重要啊 一定要认真学习 好 我们看一下中芯国际啊 咱们重点关注也是港股的 咱们先看一下 咱们制定的交易计划模型啊 这是我今天做的一个交易计划模型 这是它的周线图 制定交易计划呢 要在它出现一波比较大的跌幅以后 这波下跌70%附近 所以西斩架了 空间是肯定到位了 周线级别到达年线就差不多了 怎么也会有一波反弹 然后我们沿着年线呢 去布局16.6到17.5 这是一个关注区 破心低之损 亏不了多少钱 小亏 对吧 然后如果我们做对了 它反转了 那我们就是大转呀 但是它有几个压力位 比如说20是一个压力位 25是一个压力位 30是一个压力位 我们一步一步去看 比如说到达压力位了 那我们可以去减掉一半 三分之二仓位 让剩下的利润去奔跑 它也可以啊 也挺好的 这叫筹码的一种管理 而且是得到了市场验证的 我把实战性非常好的一些方法交给大家 所以我是千方百计的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怎么做可以让大家看得懂 学得明白 尽早的去建立起自己的交易系统 建立交易系统的核心原则 大家把握两点 一就是高概率 二小亏大赚 这两点一定要满足才是一个合格的交易系统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长周期 它的长周期月线 你还是打到了也将近于半年线年线附近了 破了一下60月的生命线 这波下跌的空间70%附近了 而且中兴国际的业绩是非常漂亮的 没有问题 一会我们基本上可以看一下 它金元代工呢 主要做的还是一些偏中低端的品种 它现在呢 它去研发高端的 但是它不去做 为什么呢 它也是方知老美去打压它 你像高盛与中兴国际 他们之间的合作还是非常紧密的 而且中兴国际呢 做的是中低端的一些品种 这样子对于像美国的一些大公司来说 不构成这个高端的竞争 所以老美那边呢 就不会太过分的去打压你 它如果要去制裁中兴国际 那么对于它美国的一些公司 会构成比较大的一些损失 而且它对它的威胁又比较小 所以也可以说中兴国际在卧星长版 毕竟现在咱实力还不够嘛 悄咪咪的去发展 但是总有一天 随着咱们中国实力的强大 会改上甚至超过 像现在的金月代工的龙头 台积电 三星等等 不要认为不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只要你敢想 就有实现的那一天 好我们看到周见也是打到年限 破了起来的 符合标准 所以日线回踩 因为它刚好到压力位了 到压力位不能去追 如果是低位关注了的 到压力位反而是应该去减一下的 踩一脚下来形成第二脚 双脚下来以后去关注 这样会比较稳健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咱们A股的 你看港股的 现在它的适应率是13.26倍 这还是涨了一段时间了 价格是18块一毛四 今天的收盘 我们看一下A股的 47块五毛九 那高多了 那估值38 那高啊 所以它会偏弱一点 做哪个 那肯定做港股啊 所以有实力的 开通一下港股的权限 很多的品种 一样的公司 它估值就是低 而且是T加零的 日内错了 直接规避风险 走了 在A股还不行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 基本面 你看它的业绩啊 中心国际的业绩 是非常稳健了 这两年 因为对于芯片来说啊 咱们一直受到老美那边的打压 所以国家的支持力度 也是比较强 尤其是像汽车芯片这块 一直是短缺的一种状态 物以稀微贵嘛 你缺了 对吧 所以对于中心国际 这样的一些代工企业来说 那市场的需求是比较大的 但是总有一天 随着我们的发展 它制裁不了我们了 因为核心技术 我们都有了 总有这么一天 所以我还是看好中心国际的未来的 它又跌这么多了 跌70%了 去关注一下 能有多大的分险呢 这个逻辑 大家应该是想着明白 你看负债率29% 也不高啊 净利润现金含量193% 回款非常的好 净利润质量非常漂亮 为什么呀 就是这个行业进入上升期了 相对赚钱比较容易了啊 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盈利能力指标嘛 你看毛利率27.9% 相比之前要高多了 应该净利率29.57% 应该净利率比毛利率高 就可能 它有一次性的收入啊 不是经常性的收入 就可能有一些一次性的收入 所以总体说来 它的盈利能力提高了啊 现在它的总资产的报酬率 不算很高 因为它这是三级报嘛 年报还会高 预计呢 在5%附近 随着它的不断的成长 你看它一点一点都是太高的嘛 所以这个总资产报酬率啊 或者说 加薰净资产收益率啊 都会是一个稳步提升的状态 所以它的成长性业绩是没有问题啊 这样子呢 再加上咱们去关注钢股啊 它现在价格又低 估值又低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在它跌70%以后 低位放量开始关注 从量价失控啊 咱们周线 量价失控 再到咱们智能量头 它符合黄金五点公正的气场标准 所以咱们制定这样一个计划 在日线里边 它能踩一脚下来 然后去关注 就可以了 咱们制定这样的交易计划呢 也仅供大家去学习啊 如果是有不同观点的评论区 都可以去留言 如果认为有逻辑 有道理的 也可以留言 不管是对与错 那毕竟成功来说呢 这个称兴是想帮助大家建立起交易系统的 而且选这些标的 我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选 不过好的一点 就是我在私募啊 我们有这样团队 那这样子的话呢 有专门的一些研究报告 相对来说呢 选的一些标的呢 会更加客观一点 这个胜算呢 会更加高一点 所以我们把选股的逻辑 比如说政策鼎力支持 将经济刚性需求 这是选股的标准 我给到大家 并且我们通过 这个标准选出来了以后 通过安利模型呢 去帮助大家去学习 技术面的期长标准 我们通过黄金五点公正的期长标准 也交给大家 并且都是免费的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动动小手指啊 长按点赞评论 对成功的支持 也是对爱学习的自己的支持哦 好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5GETF 那么如果中型通讯起来了 它是龙头啊通讯的 5GETF 能没有机会吗 可以理解吧 他应该是有机会的啊 那我们看到这张图了啊 先给结果啊 这也是周线啊 跌破前期的低点 收了长的下影线 这叫机星高照啊 看涨的一种模型 0.95到0.96 这是一个关注区 破新低 支损 亏的不是很多 上方的压力 1.1 这是一个目标位 前高1.3附近 是第二个目标位 一步一步去看 建立起标准以后 它的好处就是说 亏的时候不多 赚的时候 不知道多少 无限大 而且成功的概率提高了 这就是我们建立交易系统 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啊 这就像我们开车 在马路上是一样的 如果没有交规 没有红绿灯 是不是就全乱套了 所以买股票 如果没有标准 就跟我们开车 没有红绿灯 没有交规 是一样的逻辑 我们自己想一下嘛 没有标准 追涨杀跌乱操作 怎么可能赚到钱呢 你要明白 我们的对手是谁啊 我们的对手是机构啊 尤其是做摇股的 那些优资 我们怎么可能从他身上赚到钱呢 好 咱们看一下5GETF啊 咱们可以先看一下 5G的这个板块啊 概念指数 它的时间会长一点 这是它的月线啊 你看它之前打到半年线年线 半年线 60月的生命线 都有机会啊 这就是规律嘛 掌握规律 既是亡 就这么简单 我们在1G的时候 当时是落后的 属于旁观者 我们在2G的时候呢 虽然参与了 但那肯定是落后的 我们在3G的时候呢 就开始追了 3G是在09年 那这个板块指数呢 涨了多少呢 我们测量一下啊 将近于200%附近啊 这是3G的时候 在2013年 4G开始 哎 我们就可以同步了啊 这波涨幅多少呢 这起了一波杠杆牛 400%附近 那么现在是5G了 5G我们就领钱了 但是这波涨幅中体不算太大啊 咱们从19年算起到现在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最低点 到现在的收盘价 刚刚70%附近 所以这涨幅不大 而且也调下来了啊 咱们看一下周线 周线年线附近 像这种破了周线年线的啊 都是在月线到位的 大的底部 而在年线附近起来的 它也是一个中期的底部了 你看目前在年线附近 千低附近 所以它这个位置 肯定是空间到位了嘛 虽然现在呢 国际上不太安定 有各种不确定性 但是永远记住一点 投资永远是反人性的 在我们排除了一切风险的时候 它是在高位的 在我们认为有风险的时候 反而人家聪明的资金 把这个筹码拿过来了 结果后期涨了 永远记住一点 在我们极力看多的时候 认为它不会跌的时候 后期你发现了 它会有一万种理由 让它跌下来 但在低位我们不敢做的时候 我们再过一段时间 回来看 哇 它涨起来以后高位了 会有一万种理由 它让它涨上去 这就是股市 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啊 好我们再回到5GETF 所以在这个位置啊 缺口或者是破了缺口 形成第二只脚的回踩 是不是都是机会啊 所以今天在缺口附近关注 因为我们知道啊 通讯板块要起了 那么多于像通讯ETF 或者是5GETF 它没有理由不涨一下啊 所以在缺口是一个跳板 是一个平台 它就有支撑了 破一下也没关系 稳健的可以定投啊 那你激进呢 你也可以分两次三次啊 在缺口附近 如果说破了 有灰彩前提 对吧 你分两次三次 去关注也是可以的啊 毕竟来说现在 国际上不是很太平吗 关键我是给到大家逻辑啊 所有案例模型 就是学习用的 赚到钱也是自己的能力 奖励一下自己 给成功 多来点点赞 亏了钱也是自己 的能力不到位啊 投资要靠自己的 靠自己的悟性 我能免费的去把这个逻辑 而且是实战性 非常强的逻辑交给大家 这已经是非常难可贵了 为什么我每次上传视频的时间 都比较晚呢 因为 你想我在思默 我们他也是很忙的 不过就好在 要不我们有这个平台 可以比较及时的得到一些信息 这样方便呢 去能传达给大家 而且现在呢 又去加上 照片的时候 我给大家去 传达一些信息 我想这样子的话呢 从重要消息的解读 到大盘的解读 到板块的解读 再到 这种案例模型的解读 应该是非常全面了吗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如果大家还不能去建立起 自己的交易系统 一定就是学习力不够啊 首先一个要相信自己 能赚到钱 然后再有动力去学习 第二就是要悟 一定要去悟 教给大家的方法 悟到了才是自己的能力啊 悟不到他就不敢做 悟到了以后 他就能严格的去执行纪律 包括静或者是止损 或者是止盈 都是有标准的 有了标准以后 他就不受我们 人性弱点的这种 干扰了就能理性的去操作 最终的收益 可不是在股市场赚点钱啊 我们整个人生 都会发生这种变化的 这是咱们5GETF的交易计划模型 还是认同的 长按三秒点赞 不认同的评论区留言 互动起来 时间会证明咱们的观点 我们再看一下 医疗ETF的交易计划模型图 咱们先给结果 这波他的下跌呢 绝对是也是到位了 0.51到0.53 这是一个关注区 这是他的日线 跌破新低 这是一个直省区 上方可以看到年线 为什么可以看到年线了 因为他是下跌趋势 年线肯定是有压力的 你看之前啊 他达到的压力 其实是60日的生命线嘛 那为什么 这次我们就认为他会突破60日的生命线 甚至突破半年线 到达年线呢 是因为他长周期到位了 咱们可以看一下医疗保健啊 这样周期长一点 才能看到明白 医疗保健 月线级别 到达60月的生命线附近 之前也是一样的 你看啊 因为这是刚起来嘛 他就是说半年线年线 60月的生命线基本差的不是很多了 直接扩散开以后啊 基本就是60月线 在这个位置反弹的概率就比较大了 我们再看他的周线了 周线是年线附近 出现了这种 我们黄金污点公正的气场标准 低位方量啊 这个低位方量是好事啊 哪怕阴量也是好事 高位方量 即使是阳量 他也是要注意风险了 再加上低位 咱们有爱资金 开始进场 那么他形成了周线级别的黄金 黄金五点公正的气场标准啊 二次回踩下来 形成确认 那他就是关注点啊 我们看他之前 基本来说打到年线附近啊 这样子 这是一个小八坑 都是有机会啊 这就叫概率 当然概率是成功的 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小亏大赚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关注了 破心地止损 是不是小亏 做对了赚多少 是再创新高吗 不知道 是不是大赚 所以高概率加小亏大赚 那么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交易点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以前交易 总是买了以后容易错呢 是因为我们在不该交易的时候 交易了 所以在交易点去交易 是很关键的 我们再看他的ETF 那ETF跟踪的就是指数嘛 所以在缺口 或者是破了缺口以后 二次回踩前提都是可以的 因为他已经踩过了 下影线就表示什么呀 多方的力量 划条线啊 你看 所以在缺口和这个平台 下来以后分批关注 破了心地 止损 这个逻辑 没有问题吧 所以我们去制定这样的交易模型 帮助大家去学习 也算是成功用心良苦了吧 最少呢 我们是有了标准了 而且从逻辑上也可以理解了 这就可以了 对错 咱没有办法去决定 但是逻辑上 一定是通的 这就行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亨生一撩一体F 也是先给结果 首先这波下跌70% 西战价了 西战价就是70%容易反弹 还有腰战价50%也容易反弹 而且我们看到了 之前的压力啊 都是中轨啊 就下来了 今天也打到中轨了 第一位关注的 哎 反而应该降低下仓位了 对吧 因为这块有一些压力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位置 回踩一下 它是有希望突破中轨 而到达上轨 或者是龙线的 0.7是一个压力位 甚至不排除这次行程反转 逻辑是什么呢 首先一个DF够大了吧 医疗保健还是属于一个 昌坡后雪的赛道啊 这两天我反复给大家解读了 机构也是非常看好这个赛道的 我个人也看好 因为中国老龄化比较严重 像70年代的人当时呢 是没有计划生育的嘛 而这批人 他已经进入了50岁了 50岁再往上 是不是病就多了 尤其是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 对保健方面的需求就多了嘛 因为当时这批人 没有计划生育 基本家庭都是好几个孩子的 所以他数量 非常的庞大 所以对于这个医疗保健这块来说 真的 能跌这么多跌下来 这是机材给打下来的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一定要珍惜 所以你看DV放出这个量来 其实都是有资金开始介入了 亨生医疗ETF跟踪的是香港的品种 它是属于T加0 而且是没有印花税的 对吧 我们内地的还是T加1的 香港的是T加0的 是由我习惯于去做这个香港的 而且ETF呢 用我们的A股招股就可以去买了 不需要开通钢股的权限 咱们还是先看一下 亨生医疗保健指数 先看一下它的指数 你看这是管道线 管道线就是中轨下来了 也刚好打到中轨 所以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亨生医疗ETF 咱们也可以用这个管道线看一下 你看 对吧 没有问题 所以财一脚下来以后 是不是关注的机会 地位放出这么大的量来 看懂了吗 量价失空 再到咱们智能量头的气场标准 它是符合黄金污点公正的 并且是长周期的气场标准的 所以这些品种实际上 对于做长线的 或者是上班的一些朋友来说 在地位开始去分批的定投 这种ETF 你拿个一年两年的 是有翻倍的机会的 好那咱们今天通过这几个案例模型 给大家去解读这个制定交易系统的一些细节的问题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认为成功的视频给大家确实是有帮助的 长矮三秒来个强烈的点赞 好那咱们来个强烈的点赞